埃及艾兹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穆艾哈迈德塔伊布发表公开声明 呼吁塔利班重新考虑此前颁布的穆斯林妇女教育禁令 声称塔利班此举违反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信仰不服 他用阿拉伯语、英语、普什图语说 我们呼吁阿富汗当局重新考虑禁止穆斯林妇女接受教育的决定 因为我们理应相信并实践真理 他重申阿富汗塔利班当局禁止该国穆斯林妇女接受大学教育 有备于伊斯兰教法相关规定 伊斯兰信仰要求穆斯林男女都要坚定不移的学习 甚至告诫我们求知从摇篮到坟墓 正是出于对这一训诫的坚持与实践 穆斯林先辈们才在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缔造了辉煌的成就 禁止穆斯林妇女接受教育 直接违背了两千多条圣训的教导 同时也选择性的无视了穆斯林妇女们在伊斯兰历史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中包括教法 教育 文化 政治等各个方面 古兰经不止一次的要求穆斯林不断求知并理性思考 禁止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决定 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 任何穆斯林都不应颁发如此违反良知的决定 伊斯兰信仰坚决反对此类禁令 也为他从根本上违反了伊斯兰信仰的男女平等观念 某些穆斯林认为只有男子才有权接受教育 女子无权求知 这是错误的 据马来西亚星州日报报道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印尼 卡塔尔等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 过去几天军队谴责塔利班的做法表示谴责 李宗恒兄弟的帖子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连他同信仰的人都抛弃他们 你说有人就是和塔利班友好 但和他同信仰的人都跟他不友好 那么塔利班的产生啊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反苏联产生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和塔利班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啊 我们再结一个啊 那么现在他和他的关系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关系 应该说他们是世仇了 是吧 因为塔利班的产生就是 正在修复 正在建立 什么意思啊 是吧 也就是 有些人和塔利班建立 我要套用余力 也就是司马南说的话 有利于军国主义的他们都结盟 跟这个宗教信仰没关系 是和军国主义信仰有关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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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